今天最近的 在乡下有一种误解 中指 油 鸡肉 粉 鸡肉 鸡肉 青菜 你ATHER Fool유 你做得吧 aha 我不想弄 iques 哈哈哈 你要給誰吃啊 現在讓他看到就是相機裡面的自己 所以他表演魚就來了 最近Kenny的打招呼方式就是餵你吃東西 他看到陌生人或者是看到喜歡的老師 他就是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伸出來拿東西餵你 超可愛的 你在最近的笑 Kenny剛剛跟爸爸從公園回來 然後一回來就是 泡進水池裡面 真的太熱了 你在做什麼 你做什麼 他先給你一些可以吃 我喝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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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點水 我喝一點 我喝點水 咖啡 嗨大家 現在 現在 爸爸跟Kenny在睡覺 所以我有 一點點的時間可以 休息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我在鄉下 住了一年半的 感想 會不會後悔或是比較喜歡 鄉村還是城市 就是像我們去親子中心 的時候一些老師就會問我們說 以後 就是你們是不是讀哪個 國小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會 有點 猶豫 就是 我不確定 就是還會不會住在這裡 就是我之前搬家的時候 就是有說 我跟老公為什麼會搬哪一箱下 先說結果好了 其實 我是比較喜歡 如果硬要選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鄉村 因為其實我跟老公 就是有在討論就是 你比較喜歡哪邊 因為這真的蠻難抉擇的 因為 看你是喜歡就是 多住在城市 平常面對比較高壓 複雜的生活環境 然後休息的時候呢 就到鄉村裡面放鬆 還是 你想要就是 生活在一個比較悠閒 然後品質比較好的環境 然後偶爾到城市裡面 就是買東西吃東西 就是看你會比較喜歡哪一個 就是平衡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 一年半下來啊 就是我跟老公都有一種 我們對鄉下有一種 誤解 就是鄉下其實沒有我們 當初想的那麼美好 像是比如說我們覺得 鄉下的房子應該會超級便宜 其實 也 還好 就是如果是 雖然價格一定是比 城市便宜 但是如果 以就是裝備的話 會覺得 其實跟城市好像也沒有差那麼多 因為 城市那麼貴是因為它方便 它地理方便 它地理位置很方便啊 交通方便什麼的 所以它貴 然後加上 但是鄉下 一樣是一樣大的公寓 但是交通不方便 那其實 也沒有偏到哪裡去欸 其實跟城市的 公寓是差不多的 所以這是我們對鄉下 對一個誤解 再來是物價 其實鄉下物價沒有想像中的便宜 是跟城市一模一樣的 對一模一樣 你知道外面有外食啊 超市啊 什麼的都是一模一樣 然後像我們常去的小桌超市 其實像在我們以前去大阪 以前我有拍過影片 就是有那種 就類似像小桌超市的那種地方 就是一樣是農家直送過來的 那種地方其實就 也一樣很便宜 所以這方面 就還好 然後還有 在鄉下一定要有車 就是如果沒有車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任何地方 所以像我 嗯 其實 就 基本上都沒有再去超商 就是7-11 Lawson之類的 基本上都沒有再去 因為 就是不會特地去 以前都是 呃 在大阪 走路經過 就會去一下超商買東西 但是現在根本就不會有機會在外面走路 所以就沒有去超商 除非是特地去才會去 然後還有 就是在鄉下生活 就是非常超級單純 就是 吃飯睡覺 上學 工作就 沒有了 啊就是娛樂非常的少 所以 在鄉下的話 會比較適合 就是興趣是比較單純的人 然後 喜歡 生活規律也是比較單純的人 因為它就是比較適合早睡早起 因為晚上真的沒有東西 好 還有像 餐廳 的部分 就是 雖然 嗯 有好吃的料理 有好吃的店 但是 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物價上漲之後 就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划算了 就變得 呃好貴喔 這種價格其實 好像 知道哪裡都可以吃得到 所以就沒有那種 划算的感覺 然後加上 就是 比較普通的店 是偏居多的 所以就是沒有比較 新奇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 有一點 我跟我老公 當初真的是 呃 覺得 啊這就是鄉下 就是 大家 沒有很想要賺錢的意思 他 像 開店啊 一個禮拜就開兩天 或三天 然後家都休息 就會覺得 哦 好任性啊 然後還有 鄉下看喔 就是 真的 城市跟鄉下的差距還蠻大的 其實以前在台灣 可是因為台灣比較小 所以不會有 就是感覺不會有那麼大 但是在日本就是真的差很多 就是 城市就是 超大都市 什麼都有 但是鄉下就 嗯 就以為就不錯了 說嗯 我這邊是 生活機能 基本的生活機能 都有 也都不錯 但是 就還是 他真的是給你最 基礎而已喔 然後再上去就沒有了 所以你就會覺得 很不習慣 每次 像去購物中心啊 像在大阪的購物中心 像 Lalaport 或是像 還有 医用 會覺得說 有一些基本的店 像 麥當勞啊 或者什麼遊戲中心啊 什麼 那些 素食類的 還有 都會有 但是 鄉下的就不一定 有些店就沒有進 而且雖然都是連鎖店 但是不一定會進 就是 都有一種 美中不足的感覺 這種 日文叫做 就叫做 半吊子 對 鄉下有很多東西都是做半吊子的感覺 好像要做什麼 但是他又沒有做好 所以就是 還蠻可惜的 以上是 我在這邊住一年半的感覺 但其實不是說討厭 只是 有點美中不足 但 其實我也就是漸漸的在 習慣這個環境 所以 你知道嗎 就是 也變得比較大辣辣的 就是像 基本上都不化妝啊 然後 就是對物質上 就沒有需求了耶 就是也不會想說 想吃大餐啊 然後想買漂亮的衣服啊 或是想買什麼 最新的化妝品啊 都不會 就是 完全沒有慾望 就是 有就好 嗯 我不知道這個對我來講 是好是壞了 但是 我是覺得是還蠻不錯的體驗 然後 心境上 嗯 也 也變得比較 平滑 就比較圓融 就是比較不會那麼容易生氣 對 因為其實我本 我本來的個性是那種比較 有靈有角的人 就是 黑飛機板 就是比較有個性 但是 到鄉下 然後再這樣有孩子之後呢 嗯 整個人會變得比較圓融 比較不會那麼容易 爆炸啊 因為在城市 就是其實比較不會跟 人有那麼多的 相處 一般都是工作的同事 所以 跟同事之前也沒什麼好聊的 大家都只是 呃 瘋場作戲這樣子 就是表面 好好這樣子而已 這是 對 社會人士的一個 交往 但這邊的話 我覺得大家都蠻真心的 就是 像鄰居爺爺奶奶啊 就是真的會來幫助我們 然後 就是這種 人情味 就是只有鄉下才會有 所以我覺得 就是這種人情味 是我喜歡鄉下的地方 就是跟台灣 會更像 像每次我在 花園交花 或是那種東西 就是經過的爺奶奶 就是不認識的都會 打招呼啊 然後聊天 然後有時候 很會聊 還跟我聊超久 對 但是在城市的話 是完全不會的 就是 大家都非常冷漠 不會講話 頂多就是 義務上的 不是義務上的 禮貌性的 打招呼 就走了 然後就是 點頭就走了 對不對 我原本也是很習慣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到鄉下之後 我也很習慣的 主動的會去跟人家打招呼 我覺得這一點 還蠻棒的 搬到鄉下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是一個 很棒的經驗 就是有種 重新 洗滌 心靈的感覺 然後 會比較不會 就是會比較 不會那麼 憤世激俗 然後對人也比較不會 有那麼多的猜忌 而且 也會 就是整體的心 會變得比較溫暖 對這就是我跟我老公 其實最想 當初 就是 想搬到 鄉下的 我覺得是 最大原因吧 就是因為有小孩 就是我們想 讓小孩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成長 雖然 城市 非常的花花綠綠 非常的繁華 但是我覺得 對於 嗯 小朋友 在他小的時候 還是給他一個比較 單純 淳朴的環境 會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 這個會影響之後 他長大的一個價值觀 不過之後我們還是有搬家的準備 因為 嗯 就是鄉下 就是太和平了 就是 小孩每個街頭 我覺得他需要不同的刺激 所以我們 其實有預定 在Kenni 上小學之前 會再搬回到城市 但是會去搬到哪個城市 就還沒有決定 但是目前 就是目前 想說搬去京都看看 對 因為大阪已經住過了 而且大阪 就 對 呵呵 就是那樣子 然後京都的話 就是京都很美嘛 然後 人的文化上 我是覺得也還不錯 就是比較黑心一點 但是 禮貌還是有 離 機場又很近 所以就是 想回台灣的話 其實都很方便 然後老公跟我說 其實我們說不定 就是 住了一圈 等我們老了 我們應該又會想搬回來這裡 說不定 因為這邊 就真的很 其實真的還蠻棒的啦 就是 除了生活上沒有那麼多 選擇之外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像我跟老公 其實我們都有自己的興趣 所以 如果想要什麼東西的話 也都是可以在網路上買 就是 這些缺點都是可以克服啦 對阿 然後又加上 以後小孩子一定不會在我們身邊 我們其實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這方面的話就是 也OK 這個小孩醒啊 不要玩電風扇 你很忙耶 覺得 給我 給你 給你 這個是誰 欸 那回去放好喔 好棒喔 欸 你到底有什麼 給我嗎 謝謝 好棒喔 天氣實在太熱了 所以 現在帶Kenny 去親子中心玩 Kenny最近喜歡 在發呆嗎 嘿 Kenny都想不得了 就算是 那些議員 沒問題 我們可以在那裡 就算再一個 那裡